今天我们来讲第四个QuackMe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 把这个Sox下来 好 下到桌面上 运行一次 看看它的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个用户名和制作码的输入框 我们随便输入一些信息 看看有什么提示没有 好 和前面的三个基本上一样的 都有一些错误的提示 可以通过字符串 查找的方法 Quest定位 定位到关键的代码段 好的 也可以呢 下拉列表展开 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内容了 由于我们之前分析的前三个QuackMe 所以第四个QuackMe的套路呢 其实也很相似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SF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是通过资源 资源包里的一个文件 查看它的信息 读取它的内容 通过分割服分割成 一个数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资源包 有一个SF文件 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是一个大约有6427个字符的一个文文文件 有逗号格开 好的 下面开始调试 在这里下个断点 这次我们把断点直接下载 下载我们关键的地方 下载SF这里 好的 下载这个Call的下一行 这里 好的 打开调试器 运行 好了 同样我们来输入一些 注册信息 好的 运行一下 好 很快程序断在我们刚才设的断点这里 看一下它的反飞数据是什么 拖单看不到了 看来这个很长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是什么 PO 看一下它的列名是什么 列名是一个数组 我看这个数字有多大 3064 306 好的 我们回到规员代码 首先呢 它把SF这个文件读到ESI集成器里边 然后呢 继续向下 ARGC它是传出来第二个参数也就是NAME 它通过NAME名的长度 取得这个EX 我们注意看一下第三行代码 它是从这个数组分别取出来三个不同的字符串 最后做一个拼结 好 这里要注意到的是 它的每一个字符串的索引值的问题 第一个是三个EX加上64 然后我们再向右边看一下 第二个呢 是5个EX加上这个值 第三个呢 是8个EX加上A2 这个值分别取出来这个值 好的 我们先来测试一个 AddIndex01 看能取出来 好 可以 取出来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好的 64个值 好 都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查看了 这个索引值的最大值是306 我们取出最后一个值看一下 306 错误了 好 我们要减掉一个1 305 最后一个值是这个值 也就是说呢 这个锁引值不能超过305 305 水流禁值的305 好 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后面代码 好 在下一个call的下一行 运行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它的x值8位 因为8是我们刚才输入用户名的长度 再到下一个call的下一行 运行到这里 好 我们看一下 它取出来的值是这个值 好的 然后呢 再做第二次去值 第二次去的值是nameless 好的 第三次去值是这个 好的 最后呢 做一次拼接 拼接的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注册码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 算法并没有对用户名的具体的字母 做一算 而只是取出来这个name的长度 也就是说 你懂的 这个算法呢 和这个name没有这个唯一性 好的 我们把这个值复制一下 然后呢 跑起来 好的 我们来替换一次 把这个替换掉 好 回到 直接运行吧 好 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分析其中一个小问题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值 这是第一个 好 它们最大的 所影值的长度呢 是0x305 第一个 三倍的长度吧 我们用x 加上0x64 要小于等于 0x305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5x加上0x7 小于等于0x305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8倍的 1x加上0xb2 小于等于305 那么1x的最大值是多少呢 打开这个结算器 算一下就知道了 好的 16进制 305 减去64 这个值 除以3 好 第一个值呢 是 0x10 好的 我们算第二个值 所以说呢 综合来讲 这个1x的长度 要小于三个值中 最小的值 那就是3f 所以 所以啊 1x 要小于等于 3f 3f的长度是63 我们来生成一个 长度为63的自乎串 好 复制出来 还是能够出来一个证据的判断 在这个结果上面呢 如果再加一个 那现在就是64位 我看一下 64位 会不会让QuackMe 爆错呢 好的 哦 QuackMe完全没有反应了 已经够 已经不能够正确的判断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bug 在后面写制作机的时候呢 要求这个自乎串的长度 不能超过 63 所以说呢 我们下车就能够正确的判断了 我们下车就能够正确的判断了 我下车就能够正确的判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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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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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